全油管最快新闻,根据国家邮政局消息,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与应急管理部、公安部相关司局对涉嫌违规既地烟花爆竹的原通宿地、运达宿地、京东物流三家快递企业进行了联合约谈。 约谈指出,烟花爆竹等毅然易爆物品属于国家明令禁止既地物品,并对三家企业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指出。 约谈要求三家企业进一步加强既地安全管理,全面排查隐患,并采取管控措施防止易燃易爆物品流入既地渠道。 三家快递公司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,全面整治既地安全问题,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